字幕志愿者 李佳恩 最希望别人知道的是我跳舞的能力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别的优点 比如说性格活泼开朗 然后拥有正能量 积极向上 努力 踏实 能干 其实有点想消灭的是我第一次面试吧 这可以说吗 就是当时去节目的第一次面试 因为我 搞砸了 还被导演给说了吗 就感觉造成我内心很大的创造和阴影 我觉得如果消灭的话 我现在想会是一个非常 就是活泼开朗优秀的女孩 首先我要严正声明一下 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曾经我在韩国训练 被韩国那个最凶的老师 就是连着骂了很久 我都没有落泪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 但是呢 到节目中也就不一定 不是的 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 我觉得不会的 真的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达到我好吗 有什么事情如果能达到我的话 我也就是会努力的去消化 每天训练 跳舞 熬夜 然后各种努力的工作什么的 这样想起来肯定会瘦吧 对不对 但是我又听说呢 他们食堂伙食特别好嘛 再想想 如果说一天规律的三餐 比如说早中晚 我都吃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加菜还吃点水果啊 饼干点心之类的 那肯定就得长胖嘛 那我觉得质量者加起来的话 我可能不会变 就是一边累着瘦 一边吃着胖 然后总结起来就是没变 我觉得意义还真的蛮重大的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学校需要休学嘛 然后家里人其实也蛮不同意的 然后我也是 就是很努力的去说服家人嘛 你说如果我 就是这么努力的说服了他们 我还没有什么成就啊 我还没有什么进步啊之类的 我觉得很难很难跟他们说 而且也是 就是学业嘛 也耽误了一些 就很难过 舞蹈吧 因为我们一面的时候 老师有说 说我们 就说我可能通过了 他看这么多人的一个舞蹈的标准线 我真的超开心啊 能有更多被人看到的可能 然后也有更多走出去 然后让自己成长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我还有点蛮放心的 因为之前看第一期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生活的特别好 而且会专门请到外面各种各样的老师 去给你教各种各样的舞 然后不管是唱歌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技能方面 都会找很好的老师来教你 我觉得 这个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幸福 然后担心的话 你说我平时担心点就是衣食住行 之前也听说他们食堂饭挺好的 也就没怎么担心了 之前已经有离开了七八个月 这次还要再离开一段时间 这次离开多久呢 就要取决于大家的支持吧 希望大家能够 在陪伴我一段时间 陪伴我一段时间 陪伴我很久 好吧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 可能很多粉丝对于我们 SNH48来说 会有一些偏见吧 这一次我们也会派出很多 很厉害 很优秀的成员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和喜欢我们这个团体 然后看到每一个人的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看到我的好 就是这样 谢谢 还有就是 摇 好 第三个 让我看一下我的朋友 看一下我的微信 看一下我平时常用的表情包 都长什么样 其实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表情包 后期请帮我披上两朵花 两朵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